看一下第三,第三個是在M欄新增這個欄位 成交與最高最低的比較 一樣自動換列,欄塊一樣是15 然後畫個 前一題是折線圖 這一題的話畫直條圖 然後並顯示低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把這個字輸入上去 這幾個字的話呢 我一樣,我再拿這個好了 這字蠻多的 那我就直接在M1這邊輸入資料 你可以輸入在上面 也可以輸入在下面都沒關係 那寬度的話,一樣選M欄 按右鍵 它的欄寬,輸入15就可以,按確定 再來的話,自動折行 還記得按右鍵,出現在格式 把對齊方式這邊打勾一下 讓它自動換行一下 OK 那接下來的話,選什麼呢 成交最高最低 這三個 是不是我看一下,應該是沒錯 你就選擇 成交最高最低 成交最高最低 那就這三個沒錯 把三個儲存格選起來 E2到G2選起來 然後呢,一樣插入剛剛是 折線 現在改成直條 目標 這個什麼呢 選擇要放置走勢圖的位置 就把它放在這裡 M2的地方 OK 那接下來按確定 它就把 這個直條圖給畫出來了 那它要個樣式 樣式的位置 我記得它這個樣式的 名稱叫什麼 叫做 走勢圖 樣式 彩色 景 1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是彩色 我記得應該是這個 彩色 景 1 這個 一樣的位置 你把它點一下 OK 不過 那個版本不一樣 位置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它這個好像是彩色 可是 理論上應該是在這裡啦 但是因為版本 它有變化 所以你會幫它前面多一個深灰 當然 如果你的版本 是2016就沒有深灰兩次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過 因為我們為了練習 我們用這個好了 這個點一下 一樣向下填滿到底 OK 把它放開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會 把 所有的 這個部分都把它做 最後 剛剛漏了一個東西 並顯示低一點 顯示低一點 這邊的話,記得低一點打勾 剛剛漏了 所以低一點 這個才會有那個 所以如果你低一點要打勾的話 它會變成 淺藍色 OK 然後 再把它向下填滿一下 重新填一下 OK 那我是建議 你就做 那個 證照考題的時候 就按照它的順序 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好,那這樣第3就OK了 第4的話呢 是什麼 張數 它要格式化 K2 到K65 把它做成什麼呢 資料橫條 漸層 橘色的 資料 橫條 格式化條件 所以這個動作在哪裡 這個動作在 我記得應該在常用裡面 設定格式化條件 資料橫條 在這邊 建成填滿的這裡 橘色 OK 所以你第一件事要先選範圍 選哪個範圍 選K2 一直選到底 所以 K2點一下 Ctrl-shift向下 選到 K65 那沒錯 2的話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選擇資料橫條 裡面的這個選項 點它一下 OK 那這個資料橫條 它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裡面的數字越大 它會顯示的 有沒有 寬度就越大 所以你可以一目瞭然 如果顏色越深 表示章數越多 也就是說 成交的數量越大 OK 那當然你如果章數越多 一般 被人為炒作的可能性 也就越低 因為你這麼多章數 你要買 這麼多的股票的話 讓它波動 那其實你要花很多錢 可是如果你章數很少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會 被人為操作 所以投資股票 其實如果你假設 不太懂的人 可能還是盡量不要買 不然的話 其實很容易被割韭菜 其實有時候會有人為 因為很多人有內線消息 OK 這個地方的話當然如果有興趣 我是建議各位還是多了解一下 這相關的 那再來的話 設定第一列的列高 35 然後把A1到M1的範圍 它的字形色彩變成 白色的 背景1 然後把它填滿色成 藍色 OK 所以 第一個 第一列 把它選第一列 第一列選起來 那怎麼設定列高 選完之後呢 跟剛剛藍框很像 按右鍵 這個時候呢 就會出現列高了 剛剛是藍框 現在變列高 點一下 然後輸入35 Enter 好 第二個的話呢 選取 A1到M1 按Shift鍵 選起來 OK 然後呢 做什麼呢 把它字的顏色 就A 變成白色的 它原來是黑的 然後變白 白的在隔壁 白色的 背景1 那就這一個 好 那全白了 那在設定背景 背景的話 是油氣桶 油氣桶要變成什麼呢 它要變成藍色的 有沒有它這邊背景要變成藍色的 OK 所以你就點這個油氣桶 然後找到藍色的這個選項 藍色應該這個 倒數右邊算過來第三個 點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感覺就有一點不太一樣 讓它的標題 藍位名稱 比較能夠凸顯出來 感覺好像更 更容易辨識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的話應該就差不多 還要畫隔線吧 如果這個做完的話應該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 104 把它縮小一下 106 108 在這裡 那最後的話 設定框線 他說 內框線 A1 A1不是左上角 M65 就右上角 意思說全選 然後它的內框線最細 然後呢 外框線的刺出 這個好像之前也做過 我最近比較快的做完 A1 然後選的話按SHIFT鍵 選到 M65 是這個吧 OK 按SHIFT鍵 選完之後一樣 這個有一個 框線 我習慣是用其他框線 然後先選樣式 就是最細的這一條線 然後再去選內線 把內線點一下 OK 有個內線 然後再選次出 這個是最初 次出這個 然後再選外框 所以選樣式選完 再點一下外框 好 這樣就OK了 不要多也不要少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最後 把它另存新檔 那當然考試的時候是 它就是要我們存成EXA EXA01 你就存檔 就可以 送出了 D-Lay這一題就OK了 不過因為 我們練習的話 把這個改一下 這改成110 OK 然後 存檔 這一題 就完成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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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